来看一段视频,感受一场特殊的升国旗仪式。 当国歌声响起的时候,相信同学们和老师一样,内心充满着感动, 响起了那些奋战在抗议一线的英雄们,他们是 医生、护士、建筑工人、警察等等,他们还是妻子、丈夫、子女、父母。 他们有着舍小家、雇大家,愿用生命守护生命的精神。 这就是爱国精神。 爱国精神远远流传,爱国古诗,灿若星辰。 今天综合性学习的主题, 古诗院漫步,爱国篇。 让我们去感受历代诗人的爱国情怀。 本节课的活动任务。 任务有三个 任务一 深情并茂 送爱国股市 任务二 别出心裁 品爱国股市 任务三 分门别类 及爱国股市 我们先进入 任务一 深情并茂 送爱国股市 我们先来看一看这首诗 初赛 作者王昌龄 请同学们自由读初赛 注意读准字音 和节奏 同学们请开始自由读 好同学们 读完了吗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不叫狐马渡鹰山 叫 念第四神 意思是 使六绕 这句是说 不让外敌入侵的铁骑 踏过鹰山 节奏 节奏 这首诗的节奏 我们可以分为 二 二 三 秦时银行时明月 汉时观 万里长征 人未还 但是 读乱时 读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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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学们也是这样读的吗 这是一首著名的鞭赛诗 诗人王昌龄 来到大漠戈壁 看到的是边关冷月 迎送的是万里长征 想起的是龙城飞将 怀抱的是家国情怀 现在在和平的年代 我们仍需要战士 奔赴边境 守卫国土 把国家安全 置于个人得失之上 这就是爱国 我们把爱国的情感 带入朗读中 再次朗读初赛 注意读出感情 初赛 但是龙城飞将在 不叫狐马 渡鹰山 好 同学们 那么我们接下来学习 唱古诗 唱古诗有哪几种途径呢 请同学们翻开课本 六十八页 或者看到课件 请同学们默读 唱古诗的文字 思考 唱古诗有哪些途径 编读 编拿笔 圈话 关键词句 请开始 好 同学们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唱古诗 有两种途径 一般 一 是用金人 为古诗 编的曲子 二 是让一些 现成曲谱 与古诗 联姻 那么 初赛这首诗 可以怎么唱呢 我们先来 试听歌曲 初赛 请是明月 汉市观 万里长征 人为欢 但是龙城飞江赞 不叫胡马 独云城飞江赞 请是明月 汉市观 万里长征 人为欢 但是龙城飞江赞 不叫胡马 独云城 同学们 试听结束 下面我们来 跟唱歌曲 初赛 请是明月 汉市观 万里长征 人为欢 但是龙城飞江赞 不叫胡马 独云城 相信同学们肯定 比老师唱得好 它还可以和 琴枪 结合在一起 下面我们来欣赏 行枪版 出赛 悲壮的音乐 淋漓尽致地展现了 将士们 誓死如归的决心 这是我们的任务一 下面我们进入任务二 别出心裁 品爱国股市 都说 诗中有画 画中有诗 古诗追求 诗情画意 我们来细细品味 进入第一个环节 诗中有画 看诗 连画 请同学们 连一连 好 我们来核对 见外呼传 收济北 出文涕泪 满衣裳 出自杜甫 文官军 收河南河北 对应 第三幅画 暂时花见泪 狠别 鸟精心 出自杜甫 春旺 有花 有鸟 对应 第一幅 商女不知 王国狠 隔江游畅 后庭花 对应 第二幅 同学们 点对了吗 我们继续进入 第二个环节 画中有诗 看画 猜诗 第一幅画 王师北定 中原日 家寄无望 告乃翁 出自路由 世尔 路由 此时已是 八十五岁高龄 卧床不起 他觉得自己 可能看不到 祖国统一的那一天 于是 嘱咐儿子 在家寄时 千万别忘记 把祖国统一的喜讯 告诉给去世的父亲 这满腔的爱国之行 至此不语 我们继续来看第二幅 请同学们猜一猜 对的 若红不是无情物 化作春梨 更虎化 出自 公自珍 几亥杂诗 起舞 若红 只脱离花枝的花 但并不是 没有感情的东西 即使化作春梨 也甘愿 培育美丽的春花成长 不为独乡 而为护花 这两句是 表现诗人 时刻关心国家的秘运 不忘 报国之志的情怀 好 我们继续来看第三幅 诶 诶 是的 黑云鸭城 沉欲催 假光向日 金灵开 出自李鹤 出自李鹤 燕门太守心 敌军如黑云鸭城般滚滚而来 我军将士毫不畏惧严阵地带 在日光照射下 金甲闪金光 气欲轩昂 正准备出击 这两句是 表现了战场 形势危急 更表现了 我军将士的 英雄 气概 同学们都猜对了吗 猜对的同学呀 真厉害 古诗和绘画有联系 和其他的艺术形式也有联系 我们进入第三个环节 观看视频说出诗名 同学们来看一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同学们说说这是拿筹事 是的 木兰师 这部分讲述的是 木兰 替父从军的内容 除了动画片 还有 木兰师改编的真人版电影 电视剧 以及舞蹈 我们来欣赏 我们来欣赏舞蹈 木兰师 至于结顴的 这位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是木兰诗中描述木兰征战生活的诗句 请同学们抄录下面的诗句 要求字迹工整 力求美观 请同学们拿笔在本子上整齐的抄录 请开始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请同学们看到本子上你们抄录的诗句 字迹工整 美观 瞧 这不就是古诗的书法作品吗 这是同学们独立完成的作品 同学们还可以合作完成艺术创造 比如 课本剧 下面我们来欣赏课本剧 木兰诗之征战沙场 除了遗云 掌挑 布回 学可能 粉红 小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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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追 小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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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iving 小春 弟兄们 弟兄们 刀出鞘 剑上鞋 当今皇上已派三千军将敌人层层封围 同学们 觉得精彩吗? 我们刚才欣赏了这么多的艺术作品 下面老师要考考大家了 请同学们看到 小练习 下列诗句中 没有表达爱国之情的事 对的 地 日暮相关何处是 烟波江上使人愁 暮色渐渐慢起 哪里才是我的家乡呢? 江上的烟波使人更生烦丑 表达的是 思乡之情 那么另外三个选项 表达的都是爱国之情 我们要关注其中的异象 我们进入下一个环节 品爱国古诗中常见的异象 我们分别来看一看 人生自古 谁无死 留取担心 照汉情 担心 指红心 赤臣之心 忠臣之心 表达爱国之情 惊喜 国家 请同学们拿笔 把它摘录到笔记本上 好 我们继续看一看 夜兰我听风吹雨 铁马冰河入梦来 其中铁马指披着铁甲的战马 有时抑制熊师禁律 请同学们继续做笔记 好 我们继续看一看 醉卧沙场 君莫笑 古来征战 几人回 其中沙场指平坦空旷的沙地 古诗多指战场 同学们做好笔记了吗 异象 经过历代诗人的创造 已经具有某种特殊的含义 和相对稳定的情感色彩 这些异象 都表达了爱国之情 积淀了丰厚的文化底律 当然课后 同学们还可以搜集更多的异象 传承古诗最好的方法 是让它走进我们的生活 融入我们的时代 我们通过品与古诗有关的艺术形式 品爱国古诗中常见的异象 来重温了爱国股市 下面我们进入任务三 分门别类及爱国股市 我们可以按照时间的顺序 记录我们学习过的爱国股市 老师编成诗集 老师来先做一个示范 先给这本诗集啊 取个名字 叫做爱国古诗集 接下来要制作目录 按照时间的顺序 首先是汉魏晋南北朝 一陶陶归随寿 二木兰师 再是唐朝 王汉梁舟祠 王昌龄初赛 杜甫春旺 杜甫文官军收河南河北 李赫夜门太守行 杜牧伯秦淮 再是宋朝 一 朱敦如 相见欢 精灵尘上西楼 二 铃声 吉林安邸 三 路由 十一月四日 风雨大作 齐二 四 路由 侍儿 五 闻天祥 过林丁阳 清朝 一 公子珍 己亥杂师 齐武 二 徐熙凛 初赛 这是目录部分 我们还可以把给这些诗啊 把他们最能体现爱国之情的诗句摘录下来 请同学们看一看 请同学们看一看 当中 老师还标了叶马 我们还可以给股诗做注释和点评 例如梁州词 请同学们结合注释回忆诗句 加入点评内容 这两句是习间的劝酒之词 醉卧沙场表现出来的不仅是豪放开朗兴奋的感情 而且还有着誓死如归的勇气 再比如 11月4日风雨大作 请同学们结合注释回顾这首古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加入点评内容 作者因私而不能入眠 由自然风雨 想到国家的风雨 由国家的风雨飘摇 自然又会联想到 战争的风云 壮年的军旅生活 辗转反侧 幻化出梦境 本诗表达了作者 收复国土 报效祖国的壮志 向读者展示了诗人的一片赤胆忠心 最后 我们给这本诗集 写一则编后记 请同学们 引用古诗 用爱国是什么的句式 写一组排笔句 请同学们拿笔 在本子上写一写 好 同学们 老师也写了几句 请同学们看一看 爱国是路由江墨孤村 不自哀 上司为国 数轮排的满腔赤城 爱国是王昌林 但是龙城飞降在 不叫狐马 杜鹰山的崇高境界 爱国是文天祥 人神自古 谁无死 留取担心 赵汉青的舍身取义 课后 同学们还可以搜集 更多的爱国古诗 补充爱国古诗集 与其他同学一起交流 分享 集书的快乐 好 这节课 我们就上到这里 同学们